大家好 我是阿Keeb 李永杰 上一集跟大家分享微觀攝影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拿起相機或者手機 去捕捉不同的畫面呢 今集我和大家分享的主題和微觀剛剛相反 是宏觀世界 大家不要以為宏觀攝影很容易 要拍得漂亮其實一點都不容易 宏觀攝影我們會用一個鳥堪的角度 或者是用一個水平的角度去欣賞那個景物 就像這張照片在千島湖的觀景台上拍攝 在觀景台上望千島湖一望無際 要拍得到千島湖的效果 重點其實不是要拍到多少個島 其實是要把島嶼很適當地分佈在畫面就可以了 宏觀攝影其實對天氣的要求也是特別高的 像這張照片一樣有些雲其實就最好 因為可以做到一些深淺不一的顏色的效果 令到畫面不會太過單一 另外這張照片是在Bruce Peninsula National Park拍攝的 在畫面有幾個人仔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有幾個人仔在畫面就可以突顯到懸崖的高度 有時我們都會靠近懸崖邊拍照 大家都要小心安全千萬不要冒險 雖然有一首很熟悉的詩篇 作者大衛這樣說 我的幫助重造天地的夜和華而來 他必不叫你的腳搖動 嘩,多好啊 不會腳遠站在懸崖裡 但如果我們很魯莽不顧安全的話 後果就要由我們自己去承擔 另外大家有沒有留意畫面左手面的石頭 好像一個人的側面一樣 其實主要是因為有光影的變化 令岩石看來好像人臉一樣 大家下次都可以留意一下石頭 可能會有更加多的發現 好,接著我們看看下一張照片 這張照片的構圖是很特別的 要拍攝廣闊的群山 是一定要懂得運用前景的 像這張照片一樣 我是用了一棵樹 而且這棵樹似乎快要倒下 我又刻意等到有人的時候才來拍攝 因為有人的高度 就可以突顯樹木的高度 利用樹木來造前景 加上太陽的光芒 襯托遠山 你看,大自然是多麼美麗 我們一定要珍惜這一塊土地 珍惜我們現在擁有的 好讓我們下一代都能夠繼續欣賞神創造的美好 不要以為只是好天才能拍到漂亮的照片 大雨、大霧、甚至乎行雷閃電 都可以拍到漂亮的照片 就像這張照片一樣 其實我是在等日出的時候拍的 大家都看到畫面裡面 其實色調很單一的 好像將黑白照一樣 所謂歌仔都有得唱 天氣不遲如期 不過我就習慣了堅持要拍攝 因為你都不知道下一秒會有什麼變化 可能是好,也可能是壞 如果我們只是聚焦在眼前的漁網 可能大家都會覺得很失望 可能都會走了 但是如果你看一看大環境 其實未必是這麼差的 這張照片給人一個很舒服 很寧靜的感覺 曾經有人說 心態就是決定境界 只要調節好心態 你的眼光是一定會不同的 剛剛我也有提過 宏觀攝影對天氣的要求是很高的 在山上天氣變化更加不穩定 好像這張照片一樣 其實我是在等日落 但是臨日落之前 就有些雲霧吹了過來 大部分的影友其實都已經走了 我繼續在等 雖然日落的照片 就真的不是很理想 但是天邊雲彩的色調 它的迷霧 和樹木剪影的襯托之下 畫面都很和諧 這一年的疫情 我們會遇到一些變化 可能會令人沮喪 可能會令人不安 但是只要堅持信念的話 將你的心聲和神傾訴 繼續在等 你會看到的是以上不到的結果 就好像我拍這張照片一樣 跟著最後和大家分享的這一張照片 是在Benv拍的 這張照片最獨特的地方 是湖面波平魚鏡 的確是很難得才看到這樣的畫面 前面雪地 湖面倒影這些雲彩 背景的樹木和雪山 顏色是相當豐富的 是一張很漂亮的風景相 攝影是我經常都說的 好像人生一樣 你這一刻 看到好像波平魚鏡 一泛風順 但是下一秒 一個大風吹過來 景觀就截然不同 驚途蟹浪 面對人生各種的變化 無論起跌 神都是會和我們一起的 這兩集和大家分享了 微觀和宏觀攝影 希望大家都會有一些得著 很希望大家下次交遊的時候 準備好你一箱的眼睛 去觀察身邊不同的事物 下次見 就很久了 很久了 可惡 回去後 在第一次 Lieutenant 唐日 ���進